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成仇的呢 咱们从头来说 2017年9月16号凌晨的时候 赵女士已经睡着了 在睡梦之中被她的丈夫许丁叫了起来 这赵女士还没来得及问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许丁啊对着赵女士就是一顿殴打 这场殴打足足持续了五个小时 在这期间赵女士的婆婆许丁的妈 听到动静之后从楼下赶上来查看 当时赵女士还没有生命危险 婆婆看了看准备教训一下儿子 但是许丁已经大红眼了 她呀很蛮横的跟自己的母亲说 你不要管我的事 你赶紧走 婆婆虽然也怕出事 但是呢又认为自己的儿子有分寸 闹不出来人命 关上门就又下去睡觉去了 赵女士一看 这个唯一能救自己的人都不管自己了 赵女士只能在内心里不断的祈求 希望许丁能放过她 她也不停的跟许丁说好话 让她不要再打了 但是许丁完全听不进去 打累了就歇会再打 甚至许丁自己这手都打脱臼了 许丁啊 跟咱们普通人还不一样 本身她就是一个拳击手 那是拳拳到肉啊 五个小时之后 等婆婆再到楼上查看情况的时候 发现儿媳妇已经被打得口吐白沫 婆婆这时候 不是担心儿媳妇的生死 而是怕自己儿子打死人了 背上人命官司 赶紧拨打急救电话 把赵女士就带走抢救了 医院接到急救电话之后赶到现场 赵女士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一到医院就进了抢救室 靠着各种仪器 靠着各种药物 维持着这微弱的生命 医院看到赵女士的受伤情况之后 果断选择报警 因为很明显是被家暴被殴打 才导致现在生命垂危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兵分两路 一路赶到医院 查看受害人的受伤情况 做伤情鉴定 另外一行人呢 来到了许丁家里 准备逮捕许丁 民警赶到医院之后发现 赵女士生命是危在旦夕 正在ICU抢救呢 只能说是一息尚存吧 非常微弱的脉搏和呼吸 根本没有办法说话来指正凶手 法医在做伤情鉴定的时候也发现 赵女士 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被殴打 因为身上的伤痕很多 有的很明显是过去的一些老的伤痕 这一回呢 这是又添了新伤 而且很多严重的伤是在头部 炉内遭到了致命打击 赵女士的父母也赶到了医院 签下了病危通知书以及手术同意单 医院呢 要为赵女士做开颅手术 难度很高 生还的几率也并不大 但哪怕有百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可能 也要全力以赴的救啊 但是 两天之后赵女士还是没能扛下来 最终离开人世 赵女士的父母 咬牙切齿 发誓一定要为女儿 找回公道 咱们再来说 去逮捕许丁的那组警力 也遇到了困难 因为许丁出事之后 人间蒸发了 谁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他的母亲可能知道 但是 一味的袒护儿子 拒不交代许丁的住处 拒不交代许丁的下落 并且许丁的母亲呢 还不停的 扰乱警方的调查 试图给儿子脱罪 他说自己的儿子 之前从来没打过儿媳妇 一回也没有 这回是俩人出了感情问题 才动的手 但是许丁他母亲 这话站不住脚啊 咱们之前说了 赵女士身上啊 那是老伤落心伤啊 这就证明 许丁家暴 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母亲 就眼睁睁看着儿子 把儿媳妇打死呢 为什么事后 还维护这样 毫无人性的儿子呢 咱们呢 从许丁和赵女士的婚姻说起 许丁呢 是当地还挺有名的 一个拳击教练 赵女士跟她是自由恋爱的 赵女士啊 家境比较好 而许丁呢 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一开始 赵女士都感觉 自己父母看不上许丁 就是因为许丁条件不好 其实呢 这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赵女士的父亲 不喜欢许丁的职业 感觉拳击手 天天打打杀杀的 生怕自己女儿以后受欺负 而且相处过程之中 就感觉许丁 从言谈举止上 就能表现出来 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 但是赵女士 恋爱脑啊 满脑子都是爱情啊 宁愿跟父母断绝关系 都得嫁给许丁 最终父母也拗不过他 也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俩人刚一结婚 也确实是甜蜜了一段时间 赵女士的父母 在赵女士出事之后 哭得死去活来呀 如果知道有一天 自己的女儿是这样的遭遇 哪怕死 当时也不能同意 他们这婚事 哪怕赵女士再恨自己 也不能同意 赵女士死后 警方在全城 大力搜捕许丁 最终在许丁一个朋友家里面 将她抓捕归案 已经被抓了 到审讯室里面 许丁还是无所谓的那个样子 一点悔改的意思也没有 问他为什么 要殴打赵女士 打死赵女士 许丁只说了一句话 他该死 对于杀害赵女士的原因 许丁说 是因为赵女士给他戴了绿帽子 对自己不忠 因为赵女士 婚前有很多异性好友 而这些好友之中 很多都是高富帅 长得也比自己好看 也比自己有实力 也比自己有钱 作为赵女士的男朋友 后来作为赵女士的丈夫 许丁经常感觉自卑 那么赵女士 真的是跟这些异性好友 不清不楚吗 不是 而是许丁因为自卑 就忍不住多想 两个人结婚之后啊 许丁就要求赵女士 断绝和一切男人的来往 本身这个要求就很莫名其妙啊 而赵女士呢 不愿意和这些异性朋友 彻底断绝关系 这让许丁心里面很不满 俩人矛盾越来越深 经常吵架 赵女士就认为 自己不能说因为结婚了 就没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吧 而且每回吃饭 每回出去 都是一群人在一起 有男有女 自己没有做对不起许丁的事情 许丁为什么那么小心眼呢 而许丁就认为 你只要跟男人说话 你就是对不起我 你就是对不起婚姻 你就是不忠 这是许丁对赵女士 不满的一方面的原因 更让许丁气愤的是 后面的事情 这赵女士啊 想着和好朋友一起创业做生意 许丁呢 很反对 一开始啊 赵女士就跟许丁说 放心吧 这生意只赚不赔 但几个月时间过去了 虽然付出了很多时间 很多精力 但生意也没起色 甚至开始赔钱了 许丁就认为 一定是赵女士的好朋友 在里边动了手脚了 是故意做假账 为了不打消赵女士积极性 他呢 提醒赵女士 让他对账上的事啊 上点心 别盲目的信任所谓的朋友 但赵女士就觉得 许丁在背地里面说坏话 这太不道德了 所以呢 又指责了许丁一顿 许丁就看到赵女士 竟然为了外人 指责自己 很生气 俩人为这事 也冷战了好几天 这是许丁说的 他为什么 殴打赵女士的原因 但是这起事件背后 还有着更多隐情呢 警方在抓捕他的过程之中 在出租屋里搜到了 吸食冰毒的工具 随后对许丁 以及和他在一起的朋友 进行了尿检 发现所有人的尿检 都是阳性 也就是说许丁 是一个隐君子 什么叫隐君子啊 就是一吸毒的 大家都知道 毒品的危害性啊 毒品也有致患的效果 所以这起案件 也不排除许丁 因为吸食毒品 导致有致患效果 这才怀疑妻子不忠 除此之外 警方通过调查 这许丁就不是个好人 前科不断 劣迹累累 2013年 因为涉嫌强奸 非法拘禁 被拘留 2017年 又因为涉嫌强奸 被江游市公安局 刑事拘留 这么一个人哪 又吸毒 又强奸 还非法拘禁 赵女士都没有嫌弃她 依然义无反顾的 嫁给了她 还给她生了一个 可爱的儿子 但是 谁都没能唤醒 这许丁的良知 最终啊 许丁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缓期 两年执行 行了 这个案子 咱们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河南鹤壁 119命案 这起案子呢 发生在1997年 是在河南汛县新镇镇 河南鹤壁汛县新镇镇呢 在当年有这么一个烟酒批发布 叫什么呢 叫金满楼 谁开的呢 这个人叫郝清顺 1997年1月18号 这一天呢 郝清顺 没有感觉到任何一点异样的情况 命案发生之后 街坊四邻们都说 谁也想不到镇子上竟然会发生这种事 郝清顺开的这个烟酒批发布啊 是个二层小楼 东边呢 紧邻着新镇大街 往西呢 是造纸厂 在金满楼和造纸厂中间 有那么一片荒草杂树林 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之中 可以说啊 郝清顺家的 一切生活起居 一切商业活动 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人们天天都能见着郝清顺 整天乐乐呵呵的进货卖货啊 大把大把的钞票 就在他手里边转出转进的 郝清顺的妻子呢 叫耿兰荣 他呢 整天呢 就是帮助自己的丈夫忙里忙外 两口子呀 有一个六岁的儿子 整天呢 就是在大人们屁股后头跟着 钻来钻去的 对于善良的街坊来说呀 大家不会说什么眼红啊 什么嫉妒啊 人家日子过得好 大家呢 也都替他们高兴 可是 有这么两双邪恶的眼睛 可就盯上他们家了 这两双眼睛啊 要不在街面上盯着他们 要不就到金满楼后边的那片杂树林里边 窥视着他们 命案发生之后 民警们呢 勘察现场 在那杂树林之中啊 有一个废弃的机警房 在这机警房里 就发现了凶手的遗留物 两个人杂乱的脚印 还有一个空烟盒 这两个人呢 在案发之前 整天的就在那踩点 观察批发部进货出货的情况 观察好清顺一家人的生活规律 以及在那研究作案之后撤离的路线 可是对于这一切 好清顺 无从得知 他就觉得这天特别忙 自己啊 就跟陀螺似的 在那转个不停 歇下来的功夫也没有 但是好清顺 这一天 心里边可高兴了 心情特别好 为什么呀 除了生意火之外 第二天呢 是他妹妹结婚大喜的日子 这对于他这个当哥哥的来说 那就是大好事啊 忙忙碌碌的一天 就这么过去了 转过天来 天一亮 在街上开礼发屋的二皮 早早的就起床了 他呢 开始打扫自己的那个发廊 准备开始接客人了 他就琢磨着 好清顺 他妹妹不是新娘吗 肯定一早上就该来盘头发了呀 怎么左等右等 就是不来呢 二皮就决定啊 到好清顺家看看 你说这家人啊 马上要结婚了 这大喜的日子了 怎么早上还赖床啊 好家呢 离二皮这个发廊啊 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二皮走到好家门前 扯着嗓子就喊 好清顺 好清顺 哎 喊妹妹 该盘头发了 可屋子里边啊 没人回应他 二皮一看 睡得够死似的呀 就用手啊 去拍门 咚咚咚咚咚咚 不拍不要紧 这一拍 这门呢 忽然就裂了一道缝 屋子里边黑洞洞的 什么也看不见 二皮一想 我这敲门敲这么大声 又喊了半天 他们也该听见了 也该起床了 我呀 店里没人 我还是往回走吧 刚回到店里 就见好清顺的小外甥女儿 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了 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我就 我就被杀了 二皮一听 当时这心里边一激灵 赶紧把邻居孙学德叫起来 一块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1997年1月19号早上8点10分 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接到了汛县公安局的报告 也立刻赶赴案发现场 9点左右 刑侦支队啊 就赶到了新阵阵 到了现场以后 都围满了人了 汛县公安局刑侦队 还有当地派出所的民警 早都来了 已经在金满楼前面 拉上了警戒线 刑警还有技术侦察人员 小心翼翼的 进入到了案发现场 金满楼不是二层小楼吗 一楼啊 是营业的场所 柜台啊 记账用的写字台啊 都被撬了 那烟箱呢 也被撕开了 地上啊 就散落着一条一条的香烟 还有火腿肠什么的 一片狼藉 刑警在一楼啊 发现了一个起钉锤 锤子的一端呢 带着血 估计啊 这就是作案工具 一楼除了做生意 这一个大厅之外啊 靠里还有一间屋 那是好清顺家的卧室 好家三口人都在床上躺着呢 不过呀 仨人都已经死了 三个人的脑袋 那都是血肉模糊 胸部颈部都有刀痕 两个大人的胳膊上 都有抵抗伤 被入枕头 还有掀起的蚊帐上 那是血迹斑斑 靠着床头墙上的血迹 是喷射状的 一把带血的双刃刀 就丢在枕头的一侧 三个人的尸体 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尸斑 全身的关节都已经僵硬了 根据法医推断 预计死亡时间 是在凌晨三点左右 屋子里的东西啊 被翻得乱七八糟 桌子抽屉呢 也都被撬开了 刑警在现场还发现了一双用过的白线手套 还有一把和外边大厅里发现的一模一样的起钉锤 那锤子上呢 也有血 现场勘验 检查的特别仔细 刑警就打算从这些蛛丝马迹里边寻找侦破方向 在二楼靠西的窗口那 有灯榻的痕迹 还有两双脚印 刑警啊 跟着这脚印 一路就找了过去 一直就追到了金满楼西边那片荒草杂树林里的机警房里 于是刑警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当天凌晨早就才好点的凶手 从机警房悄悄的出来 攀着好清顺家二楼的窗户 上了二楼 随后又到一楼好家的卧室杀人 然后翻遍了楼上楼下寻找财物 最后从一楼正门逃离现场 根据现场勘验的情况 刑警把119命案定性为了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作案人数两人到三人 并且做出了侦查建议 说此案呢 作案手段残忍 绝非个案 还会有系列案件发生 应该从临近地市类似案件信息里进行串并案工作 案发之后 确实也验证了民警当时判定的侦查方向太正确了 可是啊 令办案民警都没想到的是 这起案子的侦破工作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始终没有取得什么突破 这起命案的侦破过程呢 也没有那么离奇曲折 专案组的刑警找遍了所有和命案有关的蛛丝马迹 也排查了所有和好清顺家有过节的人物 但是始终一无所获 119案一度就成为了悬案死案 厚厚的案卷上啊 都落满了灰尘 当年参与本案专案组的刑警们都感到很无奈 时间一晃啊 就过去了七年半 119命案的侦破终于出现了转机 2004年9月29号 在全国公安系统展开命案攻坚战之中 河南省公安厅刑科所通过指纹检索 发现在河北永年200052命案现场提取的一枚指纹 与河南玉北监狱再押犯张贵堂的指纹极其的相似 于是立即通报张贵堂的户口所在地 汛县公安局 汛县警方呢 就调阅了河北永年命案的案卷 就发现呢 永年命案与汛县119命案作案手段 作案工具极其相似 汛县公安局局长当时是张志学 在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特别的兴奋 张志学呢是02年才调任汛县公安局局长的 虽然119命案发生的时候他还没去呢 但是作为老刑警他一到任就死死的盯着这个命案 在他看来啊 作为一名刑警不能侦破自己管区的命案甭管怎么说 你别说多难那也是一种耻辱 所以这回这张局长对这枚指纹呢 那是格外的重视 他呢立即安排刑警赶到预备监狱提人 与此同时他把这个信息向贺碧市公安局长做了汇报 当时贺碧的这位公安局长啊 原来呢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啊 04年四五月份之间贺碧市的社会治安呢 特别不好 命案攻坚呢也陷入了低谷之中 甭管是现行命案还是机案命案 侦破率都处于全省18个地市里面的倒数第二 多次受到上级公安部门的批评 在当年五月底 这位局长呢这才临危受命 上任之后重中之重 就是要侦破这些大案要案 所以这位局长当时就指示张志学 说要抓紧审讯 举一反三 争取多从这个疑犯嘴里面掏出东西来 张桂棠被押解到了训献看守所 审讯在当天就开始了 可是审讯工作很艰难 这张桂棠啊 虽说大字不识几个 但是在社会上混了十几年了 而且已经是三进攻了 他了解整个审讯程序 甚至他比很多新民警都了解 多多少少啊 他也知道刑警们的心态 刑警们用的方法 这就造成了审讯障碍 负责审讯他的 是时任训献公安局副局长张宇军 张宇军呢就问他 张桂棠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俺知道 2001年 俺在贺壁骑兵开发区 偷东西 让开发区法院判了四年 张桂棠 你还有什么罪行 没有交代啊 啊 没别的事了呀 你们让俺想一想啊 张桂棠啊 很狡猾 低下头 拖延时间 同时呢 也是在思考对策 过了一会儿 抬起头来 呃 哦 俺记起来了 然后啊 在那装作努力回忆的样子 叙叙叨叨的就说 哪年哪月我还偷了什么 哪年哪月我又参与了哪起盗窃案 张桂棠就这么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说着 张宇军他们哪都耐着性子 就得跟这张桂棠比心智拼耐力 刑警们呢 就在那听张桂棠 啰啰嗦嗦的说着 与此同时天色不知不觉的 可就黑下来了 台灯的光 就都照在了张桂棠 那张紧张 忧虑重重的脸上 八个小时的审讯 很快就过去了 可张桂棠 就是没开口说重点 现在的张宇军手里边有证据啊 但是 还不急着亮给张桂棠 始终是不动声色 张桂棠 我提醒你一下 1997年1月份 到过训宪新阵阵吗 你必须老实交代 张桂棠一听97年1月 训宪新阵阵这几个字 脸色刷的一下子就变了 嘴唇呢 都在那微微的抖动着 这一切 可逃不掉刑警们的眼睛 这张宇军副局长心里边一亮 他知道 这一切呀 终于要真相大白了 张桂棠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们是不会把你从玉北监狱请到这儿的 你交代也罢 不交代也罢 证据确凿一样治你的罪 你说说那把代写的起钉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跟你一起作案的同伙已经交代了 你还等什么呀 张桂棠越听那嘴唇呢 哆嗦的越厉害 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这才说 按说 按说 于是另外一个关键的人物可就浮出了水面 这个人叫 颜伟民 咱们呢 就来说说这张桂棠和颜伟民的故事 1968年 张桂棠出生在河南汛县同镇东张挖村 他们家呢 日子过得挺苦 家境贫寒 再加上从小啊 就讨厌上学 宴学 所以读完了小学一年级之后 就辍学回家了 各位想啊 只上了小学一年级能学会什么呀 所以呢 他基本上是一个半文盲的状态 等他长大成人之后 电视啊 广播呀 发展的铺天盖地了 张桂棠 别看知识水平不高 别看又生活在农村 但是他并不封闭 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 啊 有钱人的日子 人过得更是非常的嗨皮啊 从小到大 他就指认一件事什么呀 钱 他说了 别的都是骗人的 钱才是真的 张桂棠少年的时候啊 在村子里边劳动 不上学以后呢 先学的石匠 整天的就在后山 灰锤 披石头 叮叮当当的 寻找他的生路 村里人回忆那时候的张桂棠 说这孩子呀 憨厚 就知道干活 那么张桂棠 后来和严美民在杀人之中 为什么会选择铁锤做凶器 这跟他少年时做过石匠 这是有关系的 锤子 他用着顺手啊 想着从石头里边挣出大钱来 那可不容易 所以青年时代的张桂棠啊 就离开了采石场了 开始在社会上游荡 他呢 收过废秀物品 也干过小偷小摸的勾当 二十岁的时候 他到陕西的镇安县 学会了一套 从废弃的定影业里提炼白银的技术 张桂棠从废弃的定影业里 提取白银的做法 这无可厚非啊 甚至可以说这是资源再生 可持续利用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提炼的白银 在当时必须是国家收购 你私下私自倒卖 那被称为倒金换银投机倒把 这是绝对禁止的 张桂棠的毛病可就出在这了 1989年 他就因为这事被镇安县公安机关抓获 刑事拘留了六个月 不去刑事拘留还好 这一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过这半年 这是张桂棠走上罪恶之路的关键时期 咱们总说人这一辈子呀 是由无数件事啊 无数个关键的节点 所连接起来的 你没经历这件事情 而经历了别的事情 那么你这人生可能就会 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张桂棠为什么走上末路 就是在看守所这段时间 认识了一个他不该认识的人 这个人姓周 被张桂棠称为周哥 后来张桂棠和严伟民 在交代之中都提到过这个人 说如果不认识周哥 可能我们也不会有今天 他俩到后来啊还反省呢 说交朋友啊一定得慎重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张桂棠就跟这周哥搅在一起了 在张桂棠看来 论起发财 比在采石场敲石头块快的 那是提炼白银 比提炼白银更快的 那就是偷东西 这时候的张桂棠 已经算是半个职业选手了 他跟这周哥呀 几乎是见什么顺手就偷什么 1993年 张桂棠跟着这周哥 在汛县偷了一家农户的骡子 俩人呢 就让当地派出所给抓住了 在审讯之中 张桂棠还挺讲江湖义气啊 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了 被汛县人民法院以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而那周哥呢 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在张桂棠和周哥的交往过程之中 张桂棠是通过周哥认识的 颜伟民 他俩这一认识啊 对他们俩来说 这都是悲剧 假如说他俩不认识 或许 俩人也不至于手拉手 肩并肩一起走上断头路 是吧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起案子呀 对于他们俩来说啊 这是第一起命案 他们俩呢 就合计着 总说杀人杀人 你光说不练假把事 咱们那真得杀一个 你这才能够真正的练胆子呀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他们俩潜伏在了日杂店附近 看见镇上已经没人了 可不被这点人都睡觉去了 日杂店呢 也早就关了门了 里边有一间屋子 还亮着灯呢 俩人就等啊 哎呦 这户人家怎么呢 怎么还不睡觉啊 啊 怎么这么夜猫子呢 等了很长时间 见屋子里没动静了 俩人呢 捏手捏脚的 从日杂店后院的墙上 可就翻过去了 就扶在这窗户边上 就在那听墙根 然后开始用改锥 在后墙上掏砖挖洞 这家店这房子盖的也不结实 拿改锥一撬还真能撬开 这洞很快就挖成了 屋子里的灯光呢 也就从洞里给透出来了 张贵堂和严伟民 缩起身子 跟蛇似的 从这洞里啊 就钻进去了 虽然开着灯 可这俩人一看 这店主就在床上睡着觉呢 张贵堂看看这人 年纪不大 三十来岁 从这间卧室 通向外边售货的 那个外间 有一道铁门 张贵堂就琢磨着 得通过铁门 从那个售货间里边 搜出来值钱的东西 可是这么一弄 肯定就得把这店主 给惊动了 一转身 见门旁边立着一根 特别粗的顶门杠 这时候 张贵堂的心里 可就有了杀机了 顺手抄起那根顶门杠 朝着床上正睡着的店主 那脑袋上 啪就薅过去了 那个人呢 哼了一声 头上刷就涌出来很多血 身体激烈的抽出了几下之后 可就不动了 张贵堂跟严伟民 迅速的在屋子里边找钱 找来找去 慌乱之中 就找着二百多块钱 俩人也不敢久留啊 毕竟头一回杀人的害怕呀 慌慌张张的 就离开了日杂店 临走之前 顺手拿走了一条 石林牌香烟 石林牌香烟 估计岁数小的都不知道了啊 现在都见不着了 过去 我不知道别的地方 我是河北人 反正石林香烟呢 那是硬通货啊 一个月之后的 4月26号 张贵堂和严伟民 骑着一辆摩托车 就到了河南新密县的一个镇上 这回啊 他们还是选了一个烟酒店 晚上 俩人摸着嗨 到了小店后边的院子前面 院门呢 就是单善的一个木门 严伟民用电弓刀 在门上掏了一个洞 手伸进去 把门栓就打开了 一进小门 这门套门呢 还有一道木门 严伟民一看 你弄这么多木头门 他也没用啊 是不是 那我接着弄呗 如法炮制 把第二道门又打开了 俩人进了店里边 拿着打火机照亮 忽然就听见屋子里有动静 给俩人可吓了一跳 然后就看灯 啪 亮了 一个男的从里屋就走出来了 严伟民吓的呀 甩开两条腿 夺门就跑啊 张贵堂也想跑 还没出门呢 那个男的已经追了出来了 张贵堂从身上掏出来了半截子钢棍 朝着这人的脸 啪就打了过去 一下子把对方打倒在地上 张贵堂是杀气十足 又对着对方狠狠的打了几棍子 那个人可就翻倒在了地上 张贵堂刚要出门 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可就扑上来了 一把就揪住她 你们为什么要杀人呢 你还我的男人 哎呦 这女人呢 喊声可大了 震天响 张贵堂更紧张了呀 你别喊呐是不是 你喊呐 不让别人听见了吗 她也想赶紧跑啊 可女人紧紧的揪住她衣服 就是不放手 张贵堂就拖着这个女人 到了院子里边 这女人还在那又哭又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张贵堂可彻底慌了神了 女人抱着她呢呀 她手里这钢棍也使不上劲呢 就从地上拾起了半截砖 朝着女人的乳房 哐哐就砸了过去 女人的乳房都很脆弱呀 惨叫一声可就倒在地上了 俩人飞似的就跑到了镇子外边 骑上放在卖地里边的摩托车 一路狂奔逃回了长阁 天将将亮的时候 俩人返回了住处 张贵堂当时那还是惊魂未定啊 气都喘不云是啊 在那说呢 也不知道咱把那男的横死了没 他们那女的还挺厉害 也不怕死 光着个身子也不穿衣服 抱着我还不松手 哎呀 这倒不是那个砖头啊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 这头两回犯下命案 言伟民可没动手 就问张贵堂 贵堂啊 杀人什么感觉呀 怕不怕呀 嗨 人豁出去了 有什么可怕的呀 杀呗 行 下回啊 该轮到暗了 有了这两回杀人越祸 张贵堂就跟变了人似的 天底下就没有他害怕的事情了 他呀 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知道这是不归路 杀了一个也是杀 后边该杀还是杀 反正被抓的那都是一个死 张贵堂和言伟民反复的聊过 未来我们的人生路会是怎样 张贵堂就说 伟民 咱除了有力气 手脚快不怕死之外 你想想咱还有啥呀 啥也没有 言伟民也说 是啊 咱没好爸爸 也没指着上的好亲戚 要钱没钱 要技术没技术 咱不靠这发财还能靠什么呀 在张贵堂和言伟民看来 抢劫杀人 这就是拿命换钱 因为杀人是要偿命的呀 不用懂法律 他俩也知道 不过呀 他们心里边还认定一个事 要过好日子就得有钱 张贵堂和言伟民真正嗜血成性 是他们选择了起钉锤作为杀人工具开始的 1996年10月15号 他们俩呢 在河南新郑市离合镇踩了一个点 也是白天观察地形 选择作案时间 选择作案路线 凌晨一点多 俩人来到现场 这是一个五金商店 也是在路边 自从在卫辉后河镇犯下第一次命案之后 张贵堂和言伟民就把作案目标牢牢的锁定在路边小店上了 在他们俩看来 路边店一般的都是独处一地 孤立无援 抵抗能力弱 方便下手 也方便跑 俩人从五金店后院的铁门上翻进了院子 还是用改锥在墙上挖洞 这洞挖好之后往里这么一看 床上睡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俩人就钻进屋去了 因为是五金店啊 那店里边那工具齐全呢 随手就从店里的货架上拿下了两把起钉锤 毫不犹豫的可就靠近了这一男一女 挥舞起胳膊朝着俩人的脑袋可就砸过去了 张桂堂这可不是头一回杀人了 非常的镇定啊 严伟民虽然说是第一回牵手杀人 但是在张桂堂的鼓舞之下 也不慌不忙 把这俩人杀死之后 俩人从容淡定的在屋子里边搜索 终于在旁边的一个小柜子里边 发现了两千多块钱 九几年 这可是不少了 他俩呀稍微的缓口气 整理整理衣服 不紧不慢 不慌不忙 慢慢悠悠的 可就出了门了 从这以后 张桂堂跟严伟民就觉得起钉锤 短小精干 便于携带 用起来呢顺手 有力 于是决定 咱们以后啊 再杀人 就用这起钉锤了 选择起钉锤作为工具之后 他俩在作案的时候啊 还都会带着匕首 通常呢 是张桂堂 先用锤子砸被害人 严伟民呢 再上去补刀 统刺的部位啊 专挑心脏和颈动脉 一下子就能治人死命 严伟民的凶残 到后来连杀人不眨眼的张桂堂都佩服 是啊 我这锤两下就完了 他上去 照着人脖子就痛啊 1997年1月19号 张桂堂跟严伟民在训宪新阵阵 残忍的杀害了好清顺一家三口 好家的那小男孩小葱 人家只有六岁啊 从1996年3月22号 魏辉第一次杀人到119命案 短短十个月时间 俩人做了命案七起 杀了13个人 重伤4个人 张桂堂跟严伟民呢 算是彻底的变了 原来那就是小偷小摸的会会痞子无赖 可现在成了嗜血成性的杀人恶魔了 张桂堂和严伟民这么多年 到底犯下了多少罪恶呢 咱们上期节目说到 张桂堂和严伟民从一开始小偷小摸 偷个东西牵个骡子都紧张的不行 可是一步一步的就成为了杀人恶魔 这个过程用了十来年 张桂堂在小偷小摸 牵走别人骡子的时候 还慌慌张张的 可是到了他举起锤子 砸向那个六岁小男孩的时候 那是心不惊肉不跳从容不迫 这个曾经的石匠说呀 嗨锤人脑袋呀 跟夯石头没什么两样 你看 现在的张桂堂严伟民 那是兽性大发 2004年10月14号 严伟民在长阁石像乡 严庄家里边被抓捕了 严伟民被抓走之后 村民们都问 哎 这伟民犯了什么事了呀 有知情人就说 听说呀 伟民是杀了人了 消息一传开 乡亲们不信呢 不可能吧 伟民平时 人家有文化上过高中 多懂礼貌一孩子呀 他怎么干这事呢 确实是 平时严伟民在村子里边 见着上岁数的 大老远的就打招呼 叔啊 婶啊 大伯啊 大娘啊 哎呦 喊的要多亲 有多亲 点头哈腰的 村子里的老人都说 哎 这是个好娃娃 这娃娃真是好人 严伟民属于不折不扣的两面人 虽然从小到大 一直就没少了偷偷摸摸 被他破坏盗窃的变压器 多打几十台 但是他从来不在自己村子里和邻村作案 他跟张桂棠说过 桂棠 咱们想干什么 就记住一点 千万别动身边的东西 别动身边的人 严伟民的这种善于伪装 这是他跟张桂棠系列命案 持续几年都没被侦破的一个重要因素 每次作案之前 严伟民呢 都得换上一双新球鞋 也不是什么好球鞋 就特别便宜 最便宜那种 他说了 球鞋轻便 走路的时候啊 没什么声音 也方便跑 用完之后 就把这球鞋给扔了 下回作案 再买双新的 作案前呢 严伟民还得戴白线手套 用完之后也扔了 张桂棠呢 不戴手套 他说了不行 戴着手套啊 手感不好 拿锤子不利落 1997年1月19号 两个人在训宪作案之后 严伟民严肃的跟张桂棠说 桂棠 从今往后 训宪的一针一线 你都不要动 张桂棠瞪着眼睛忽闪忽闪的就问他 为啥呀 严伟民就说 你不戴手套 你的指纹呢 很可能就会落在现场 警察获取之后 你这麻烦可就来了 最终结果也证实了 严伟民的担心很有道理啊 2000年5月2号 俩人在河北永年 入室杀人抢劫 两个人下手狠 弄得两只手呢 都沾满了鲜血了 在洗手池 洗这手上血迹的时候啊 张桂棠的指纹就留在现场了 这枚指纹对于公安部门来说 极其宝贵 对于张桂棠和严伟民来说 这是致命的呀 1998年4月初 张桂棠因为过去参与的盗窃案被告发 被汛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1999年10月2号 张桂棠刑满释放 2001年6月22号 张桂棠又因为盗窃罪 被贺必骑兵开发去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张桂棠在玉北监狱服刑期间 严伟民可就失去同伴了 那是孤掌难鸣 他呢就回到老家 做他老师本分的村民去了 2004年9月底 119系列命案告破的时候 距离张桂棠刑满之日只有九个月了 训献老百姓知道之后拍手称怪啊 如果让这家伙出了狱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死于非命呢 审讯工作还在继续之中 2004年10月26号 汛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把另外一个人朱国斌抓获 与此同时 185起与张桂棠和严伟民有瓜葛的各类刑事案件 相继告破 汛县公安局一举抓获多起案件的同案犯 张国庆张杰等18名犯罪嫌疑人 据汛县公安局侦察认定 自1996年3月22号到2000年5月2号河北永年命案 短短4年时间 张桂棠 严伟民等人先后犯下命案12起杀死20人重伤5人 各位您就听听这数字光是命案就12起其他的那些案子加起来100多起呀 119系列命案的告破 极大的鼓舞了广大民警侦破命案的积极性 从2004年6月初到2004年12月底 全市一共破获命案55起 现行基案命案侦破率 从全省18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 直接就升到了正数第一 2005年2月份 汛县公安局把张桂棠 严伟民 朱国斌 杀人系列案 移交到了汛县人民检察院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 在时日无多的日子里 张桂棠他们呢 也忏悔了 张桂棠说过 那些被害人呢 怪冤的 俺们这都是让钱给闹的 没钱 谁瞧得起咱呢 严伟民说过 我呀 就想着在村里 盖一个漂亮的 一砖到顶的小楼 让村子里的老少爷们们 都看看啊 让他们都别小瞧我 张桂棠呢 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过他说呀 我要是把那楼都盖好了 到时候最该到村子里瞅瞅的 就是我乔妹妹 还有乔妹妹的家人 两个人抢劫钱财最多的一次 是在河南燕陵 那次俩人入室 杀死一对夫妇 抢了十万多块钱 最少的一回是在河北威县 杀死了四料门市部的守夜人 只抢到了一百块钱 在张桂棠和严伟明看来 我们哪 跟被害人哪 是无冤无仇 杀人就是我们的手段呗 这也算是我们的投资投入 获利 这才是目的呀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命案 往往就是因情而起 因仇而起 因钱而起 往往很多的仇 又跟钱 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总说没有钱 是万万不能的 要说谁不喜欢钱 那都是说假话 对吧 因为我们生活 我们过日子吃喝拉撒 都得花钱 都得用钱 但是我们得取之有道 我们得通过合法手段 我们通过自己的辛苦打拼 去挣钱去 人生的追求啊 要有钱 但是不能只是钱啊 在现代社会 挣钱难吗 不容易 对吧 凡是养家糊口的 都知道挣钱不容易 但是难道毫无指望吗 也不是 往往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啊 过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特别容易去责怪他人 责怪家人 我没有好的绅士 对吧 我没有好的背景 去埋怨社会啊 没有给我更好的机会 但没有人去反思自己啊 你做了什么努力了吗 我怎么没做努力啊 我天天上班多辛苦啊 我天天工作 一天忙活十来个小时 那不也没挣着钱吗 往往啊 这种努力呢 是一种机械的重复性的努力 我们有没有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去努力的学习呢 去努力的拓展自己的眼界 拓展自己的知识呢 学习是成本最低的 一种能够改变自己 能够改善生活的途径 学习的时候呢 不要抱着一种功利的心态 去学习啊 我就要七天学会怎么赚钱 我就要一个月学会怎么炒股啊 半个月学会怎么弄基金 对吧 半年怎么能让我这个变成百万富翁 这都不现实 而是应该秉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 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 我诗词文章读的多了 那么潜移默化的 您的文笔就会好 也许有一天您就会发现 我写个什么东西 我就能成为畅销书的作家 对吧 我翻遍了艺术史 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艺术作品 我能够读懂这些艺术作品 背后的内容 背后的深意 我把各种设计软件 弄得滚瓜乱熟 那么您就会发现在不经意间 您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特别顶尖的设计师 这只是举个例子啊 不管在哪个方面 您塌下心来努力的学习 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么到时候 金钱自然而然随之而来 同时也是到了那时候 您可能就发现金钱 不是您在追逐的唯一目标了 所以如果您问我 怎么改变想法 怎么改变自己 怎么让无聊的生活变得更充实 一切的一切 最终都可以用两个字来解答 学习 行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